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尚米 我現在人在金埔機場 然後我要從國外飛到國外 就是我要從韓國飛到日本 其實我一開始在 考慮這個行程的時候 就蠻多人覺得很特別的 所以我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想要從台灣飛韓國 韓國飛日本再飛回台灣 我希望大家會對這東西有興趣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其實一開始只是為得到 免費機票的機票 我就在想要去韓國還是去越南 後來是因為想到 大阪環球女士的美超女站 幾天簽訂了幾到六月子 那好像可以順便去一下大阪 其實去年知道美超女站的消息的時候 我就超級想要去 但是都沒有機會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就想說 那我查查看機票 結果我發現 從台灣飛首爾 首爾飛大阪 大阪飛回台灣的機票 差不多在一萬元 我覺得其實還蠻划算 等於說你一次就可以去兩個國家 所以我就規劃了在首爾代四天 然後在大阪也代四天的行程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種感覺超 就是很奇妙是在國外出過 而且從金埔機場飛的好處是 因為金埔機場有點類似台灣的松山機場 它離市區比較近 而且它入關手續超快 就是我過海關跟檢查行李 前面幾乎都沒有人 就是當下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一樣有免稅店可以管 然後甚至是 金埔機場隔壁就有樂天峰 所以如果你等待 大概只能比較長 你還可以出個天峰 因為像我從到機場到日關到這邊 我大概只花了不到三十分鐘吧 從換機票開始 就是完全不需要排隊 就是真的你不需要排隊 現在在首爾人團機場 你需要提前至少三個小時到機場 你才來得及做好睡睡 跟日關很多的手續 等於說我其實省合這一段的時間 從台北到首爾 首爾到大阪是搭機舟航 然後從大阪回台灣 那我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一次這兩個國家 你要注意事情 第一個就是簽證 你需要確認說這兩個國家 適合我需要先申請簽證 申請下來的期間是多長 是不是可以涵涵到你來的期間 像是我這次是首爾跟大阪 基本上都是免簽 就是這兩個國家對台灣都是免簽 所以我就沒有簽證問題 我就可以直接拿著護照 就可以入境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出航說 台東或菲律賓 或是泰國的羅建福寨的話 他們可能都需要簽證 基本上簽證除以外 你就可以很順地入境這邊問 就我非常多的上次 我會特別說 欸你怎麼是從 首爾飛大阪 那你是台灣人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網卡 我之前出國比較習慣的是用WIFI 因為我覺得它不會有信卡沒有辦法連接的光線 所以我來的比較方便 我這一次的旅行 因為我先去的時候 人家去大阪的話 等於說我要讀兩個國家的WIFI 而且我都要讀七天的天數 就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我這一次就用了網卡 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 白舊筆的網卡 因為他們家剛好有 韓國卡 也有日本卡 所以我就一次跟他們購買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貼心的是 他其實在上面都會有 怎麼做的指南 然後所以我等等去日本 我就會換成 就是他們日本的卡 然後他們日本卡是可以押片數 你可以決定移去的片數 那都會附一個就是 還蠻有主感的卡片 去日本很特別還有備用卡 就是以免你正卡 然後壞掉 他就可以用備用卡 然後不卡真的不用擔心 這是網路的部分 我其實很容易丟東西 所以我一換完卡 我就把這個 我原本台灣星卡 放到手機後面 那我就絕對不會玩 那第三個要注意的就是 行李重量 因為很多人出國就是想要購物 像他不說你來說 你想要大肆 大肆採購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一下 你要不要像我這樣 因為等於說 你在韓國有一些占利品 然後你要把這些占利品 一直帶到日本 然後日本你可能會有一些占利品 然後再來回台灣 所以我到時候很喜歡 所以我這次沒有 就是以公務為主 所以我其實 除了補一些 日常會用的美通帽子以外 其實沒有買太多 所以我就是一個人 想要一個隨身包包 兩樣就搞定 然後我行李也是在 都是在15公斤內 在他的行李限額裡面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要注意 你要買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讓你這樣 有點牢獄奔撫 第二個是 你每一段機票的行李重量 都要算得很清楚 就是確認你不會有超重費的問題 接下來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先把每一段的機票都移好 雖然我這一次 就是並沒有遇到地區問我 就是我為什麼開這樣跳費 什麼狀況 但是事實上他們其實 有些地區是會特別看的 就是看你是不是有入境跟出境的 像他不是說你去韓國 他就基本上就會看你是不是都來回家 那這個很難 因為大家通常都擔著去韓國 是訂購在那個場景 是有所謂的 同樣的話 我會把就是 三段的機票都印出來 以防止他問我說 欸那你去日本的時候 他不是什麼時候回台灣 我可以直接把機票給他看 或者是 因為我是買單層男的 所以 我出發到大阪 他們可能會問說 我大阪離開的時間 或是我入境的時候 也去台觀音會問 所以這個資料就先準備好 跟住宿的資訊一起 就OK了 以上就是 分享給大家 非常 我覺得非常划算的 一次玩兩個國家的玩法 因為你不需要負四段 其實可能只要負三段 起票成就好了 然後而且要忘記 還可以買到一萬名當價 推薦大家 下次可以試試看這樣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跟在旁邊留言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後會有更多旅遊 省錢使用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